既然说过,乌克兰现在在整个前线里面 真的有很多火头烂着了 最主要的战场仍然在顿涅茨克的变质 包括我们说的阿夫迪夫卡 看大西北的进攻方式 另一个就是Charsif Yard这个地方 在巴赫母附近的城镇 现在你说之前在富皮尔斯克 我们说到在接近努金斯克州那边 还有,如果你再看另一条线 是不是真的跟哈尔科夫这边很有关系呢? 所以你说现在俄罗斯是哈尔科夫的攻势 是一个真的攻势,还是很多人都说 是不是一个假的攻势 我们叫羊攻,即是假打而已 事实是要拉扯回现在 乌克兰非常紧拙的兵力 去拉开一些缺口出来 然后选择一变的部队 只要有机可乘 就大肆攻击,甚至打穿 然后直插里面一些福地的进攻 最近也有很多人都言之作作 说到哈尔科夫地区 可能是一个羊攻 吸引东线里面把部队调来调去 真是有这样的情况 还有很多一些我们叫做开源的情报组织 已经有些说法就说在哈尔科夫以北 大概可能30公里左右的地方 其中一个阵叫做Lipsy 似乎附近的几个村庄都应该已经实陷 我们就不排除可能性 因为在这地方第一,非常靠近俄罗斯 第二,对那个补给来说 基本上是没有难度的 即是你说哈尔科夫要截断这几个地方的补给 反而是非常之困难 所以他们现在,即是照道理 很可能已经迫近我们之前说的 Wolfchansk Volchansk 这个城镇 而这个城镇,看来似乎就是日后 乌克兰部队和俄罗斯部队 他们会不停增持的一个很激烈的地区 而也挺明显的 你看到武装部队最高的总司令 西尔斯基最近都说到 哈尔科夫的局势是恶化了的 包括有8个的据点 当时有9次的一个攻势 西尔斯基的口中,你听不早 即是有没有领土是損失 但是呢 相信的,很近俄罗斯边境的城镇 就真的会比较大机会 已经失手 那个情况 现在你看到,双方在哈尔科夫 那边的人,即是我们的冰原比例 当然也会在俄罗斯占优 但是占优之余 未必就会令到他的攻势一定很入肉 甚至乎一定会打穿哈尔科夫的情况 我们就看一看 他们现在在哈尔科夫这边 即是发动了攻势 尤其是他们在两天前 即是我们说在那个胜利日那天 其实就已经派兵 在我们说北方部队这边 进行这个攻势 他们包括用到他们的BMP 以及MTLB 都是这个装甲车 驶过了乌克兰的北部边境 其实呢 当时距离呢 哈尔科夫应该大概17英里 即是那根 即是25、6公里左右 都是这些范围 当时去抵御这一批 即是装甲车的呢 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 那些车便很快 就会很快的了 就处理到这些车 透过无人机 透过火炮 立即即即击毁了几架 然后呢 俄罗斯再派一些打骂的车 过去的时候呢 再打穿其中一只 我们叫Bram 我们也介绍过的 这一只装甲的拖车 又将他们击毁了 但其实基本上 他们的部队 大家都很清楚 他们不会只派几架 或者几个人 他们是 起码一个排的规模 进攻 每次都是几十人几十人 一个突击队 就向前推 即是这几十人呢 如果整个排没有了 又推另一个排上 那麽意思 现在他们在边境呢 大概推进了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一公里 那现在呢 这两个可能有点了 就不是一公里的了 可能是1.5 1.6公里的了 就是又再向前推多一点点 那麽大概五个阵 之前呢 我们也有跟大家说过 就是五个阵呢 就是很可能 就已经是推进的范围 而内呢 那个情况 那麽当然呢 大家都会想的就是 俄罗斯呢 为什麽可以在这些边境上面 如日无人之境呢 可以过得这麽快呢 因为呢 这些地方呢 就是在临近边界 那麽大家都知道 不会呢 真正是真正 那些人在那裡 通常呢 我们一个呢 叫做缓冲的地带 或者呢 你可以说 叫这些地方呢 做灰色的地带 那麽通常呢 那麽双方的边界呢 就是大家摆的兵 不会真的贴在边线上 即是像什麽呢 即是像呢 即是像呢 如果我们说 南北韩的板门店 那麽你见到 有个呢 我们叫做飞武装区 那麽然后大家呢 即是一线之隔 你见到有两个士兵呢 大家斗叭的嘛 即是大家互叭互忙的嘛 那麽你见呢 正常国家 是不会有这些情况出现的 那麽我们说 南北韩是一个呢 联合国 当时调停的 一个很特殊的 一个条约 写完之后 这一种的对视局面 是非常少见的 那麽 但是你见到呢 就你说在边境这位呢 就算现在打仗的乌克兰 和俄罗斯 都不会那些兵呢 看着对家的嘛 即是其实有什麽事 真是真的打呢 都大家在上面订炸弹的啦 炸到你 即是炸到我 所以大家不会的 一定是会让出一个位置呢 那麽第一 你的火力能够覆盖到嘛 那麽你不用 只是放个人下去的 那麽你总之呢 那些位呢 你的交叉火网 你足够能够掩护到呢 令到对方的部队 不敢轻易地向前走呢 就已经很紧要了 是不是呢 所以呢 现在他们推进的那些位呢 似乎就是那些灰色地带啦 那麽就不会真的放军队下去的 那麽甚至乎 可能连防御公司也免得了 即是会在边界呢 以南啦 即是可能我们说的 三五英里以外 才开始建立这些什么防御公司 即是第一 你又不要那些防御公司 按照对方的火炮范围 是吧 即是很密集的火炮范围 那麽你也是浪费的 即是你起源又是被人炸到散了 那麽大家都明白的了 你一定都会呢 那麽自己那边呢 即是向南移多一点点 即是没有那麽容易被对方 炮击、轰炸等等的情况 那麽防御公司建立好之后 才正式在后面 在后一点点 那麽再放军队 那麽 那麽再放军队 那麽再放军队 所以正常都应该这样 那麽现在呢 俄罗斯他这麽推进呢 是不是已经令到乌克兰这麽防线崩溃呢 就不是的 老实说 他就踩进去 我们所说的灰色地带 那些缓冲地带 那些情况 那麽俄罗斯他这麽次在这麽打仗呢 吸收经业 就不可能出动到大批量的装甲部队 那麽他们都是小批量小批量地排的 即是我们叫小型战术部队 那麽就可以突入到灰色地带 那麽就尽量去夺取那麽控制权 那麽这麽问题的 那麽但是这样说 即是现在呢 那麽问题就是 在哈尔科夫这一边呢 究竟那个进展可以有多大 那麽但是如果大家都觉得呢 整件事是阳攻的 那麽所以其实这个攻势呢 就不是最紧要是真的有效 而是最紧要就是你相信 你相信它真是一个真实的攻击 那麽然后呢 就包括其中一个第42机械化旅 那麽有机会呢 已经上了去呢 就做一个增援支援的部队 那麽另外呢 那麽陆军呢 第57摩托化旅 也是即是第92突击滴 there 如果之前大家都听过 也有个人听过 第92突击滴 there 那么它们也都开晤去この亦這麽 affirmative 比这个前线呢 那么它的极mia那边呢 那边呢 浪陪陪呢 它也是什么人口大震 它不是验尽きます嗎 还有呢 烏克蘭真是心臟地大 如果哈爾科夫周失去 其實是很大打擊的 因為哈爾科夫也算是 烏克蘭其中一個 由他獨立 或者是當時的加盟蘇聯 都是一個象徵意義的城市 亦是烏東地區相當重要的城市 所以他有一個很強的標誌性 對於普京的政治宣傳的力量當然是很大 我經常說反立水 反軍國主義 到時就有二問二問 所以現在在哈爾科夫攻勢裡 究竟烏克蘭如何防禦哈爾科夫之餘 又不會拉扯到那些兵力呢 其實我相信暫時來說 都是一個很困難的點 非常困難的 好可怕 就ты瞰 我覺得 是